这个女人因为长得太漂亮 应聘保姆被拒之门外 临走时碰巧遇上了回家的男主人 两人只是插肩而过 却又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次相遇让她又成功应聘上了保姆 但她的到来也受到了不同的反对 母亲大人第一次见到保姆 就劝小慧赶紧辞退 但小慧还是相信自己丈夫的 坚持要将保姆留下 为此还大吵一架 把母亲大人气得不轻 说完就直接离开 妹妹见状 最后又好心地提醒了一次 下午小慧准备出门 管家大婶突然进来 问她有没有发觉什么怪事 小慧以为管家又要说保姆的问题 就随便应付了一下 大婶知道夫人会错意 她想问发夹的事 但还是放弃了 下楼的时候碰巧遇上保姆 保姆想跟她一起出去 被小慧一口回绝 看到保姆的衣服 脑海中突然想起母亲大人的话 终于开口提醒 希望保姆换个衣服 保姆越想越生气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对着空气就是一顿发泄 两人相约在餐厅准备共进晚餐 小慧说最近总是心神不宁 看似拉着小慧的手是在安慰 但实际上却用了催眠手法 在她的话术引导下 小慧开始昏昏沉沉 脑海又开始不停地出现幻觉 志祥还在继续 小慧突然将手抽回 强行打起精神来 想到洗手间让自己清醒一下 冷水不停地敷在脸上 突然厕所的灯光 开始有规律地闪烁 志祥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 脑海不受控制地出现恐怖画面 但下一刻她突然克服恐惧 猛然回头 原来都是幻觉 小慧暗自高兴 自己终于战胜恐惧 可当她一转身 身体就不受控制地倒下 饭都还没吃 志祥就将小慧又送回家里 才刚将小慧放在床上躺下 志祥就和保姆说晚上没有吃东西 问保姆要不要晚点一起到厨房找吃的 保姆笑嘻嘻地答应了 深夜外边电闪雷鸣 志祥拉着小慧的手不停地叫她的名字 看到小慧睡得跟死猪一样 这才放心地离开 来到厨房 保姆已经拿着葡萄在里边 一个响亮的雷声将小慧吓起 看到志祥不在 就起身出去寻找 仿佛听到厨房有声音 她捏手捏脚地打算过去查看一番 转身看向厨房 直接吓得捂住嘴巴 眼前这画面又出现恐怖幻觉